台北在檢量說小漲 不過MLCC相關的個股 表現是相當的強勢的 主要是大陸的被動原件廠 現在傳出MLCC漲價的一個消息 市場也認為說 這個價格渴望觸底 所以要請教微良 那麼在相關的個股的部分 包括像國劇 華新科 核生堂等等 接下來要怎麼樣做觀察 好 那講到被動原件 其實五年前的風雲 這個很多 有一定年資的投資朋友 應該沒有忘記 所以其實講到 上一次有聽聞被動原件 傳出漲價 已經是2018年 很久以前 五年前了 當然我想其實 幾乎所有的電子產品 都會用到被動原件 它其實這個產業的 進入門檻不高 大家需要的量大 所以其實通常 如果是在於供過於求的時候 大家就是拚價格 一旦產業複數了之後 才有賣方市場 能夠逐步的去調漲價格 這一次是由大陸的業者 潮州三環開出了第一槍 它傳出從四月份開始 要針對旗下的MLCC漲價了 這個其實可以說是 被動原件產業的一小步 但是卻沒有辦法形成後續 產業成長複數的一大步 沒有辦法 大家不要興奮過頭 為什麼我這樣講 終於有人漲價了 可是因為以潮州三環來說 它原本主要的產品是 電子的陶瓷基板 如果以MLCC 其實它全名很長 基層陶瓷電容器 北一輩的好收 沒錯 其實它算是一個後進者 它的規模不大 市占率不大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它在整個被動原件產業 尤其是MLCC 沒有足夠的話語權聲量 所以這次的漲價只能說 因為過去這一兩年來 價格有點殺過頭了 因為我們知道 電子景氣往下的時候 其實有些小廠 一開始會想說 希望能夠爭取客戶 更多的認同跟訂單 以免我的產能顯示在那邊 後來發現跌破變動成本 跌破固定成本 再跌破現金成本 大廠的氣比你還長 我可以跟你拚 就小廠自己受不了的認輸 所以現在這個漲價 大家注意 並不是需求很強 也不是供不應求 並不是需求所推升的漲價 對 只是過去 因為過度殺價競爭 現在讓價格比較稍微 希望回到一個 比較正常的水準 所以如果說 整個被動原件要形成漲價潮 就是不斷的漲 然後真的產業龍井回來 還是要看到大廠漲價才算數 大廠在哪裡 來 我們來看這邊 這是國內的被動原件廠商 當然今天股價 大家都先有所謂 短線題材的慶祝行情 因為悶很久了 可是如果真的要講到大廠 MLCC有話語權的 就是國劇 就是華興科 這張表格裡面 我特別幫大家整理 就是2022年他們的獲利表現 其實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你會發現國劇去年的獲利 我們不要說它是負數 算持平 算持平 沒有什麼減少 另外還有一個亮點 是在於3624光潔 它去年還能夠成長 有兩成以上 我覺得這兩家公司 未來會是被動原件 可以優先鎖定 因為你會發現 不僅是去年的業績好 而且他們的本益比在15倍以下 相對也不算高 所以我們就往下看 其實國劇當然這個是 所有操作被動原件的投資朋友 都知道說 你一定要先看他的臉色 也要看一下 他的前期有沒有什麼動作 目前是沒有 有沒有在賣股票 或者說有沒有回補 有沒有回補 國劇其實它是 晶片電阻 坦磁電容全球第一 然後陶磁電容電感原件 全球第三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個前三大 甚至第一大的地位 但是最重要是在 我剛剛前面提到 被動原件其實進入門檻不高 價格低 拚的是量 可是國劇這幾年一直透過 就是併購加減資 雙管旗下的策略 讓他現在有不一樣的身價 大家看一下 他的產業應用比重來講的話 車用電子佔比21% 工業電子佔比29% 所以也就是說 車用加工控佔比達到5成 所以大家說現在消費電子 筆電 手機 景氣有一些疑慮 可是國劇說 我慢慢已經不跟消費電子走 你不要永遠都把我視為 是景氣循環股 的確這個部分 很明顯就反映在 國劇的毛利率 是一直在往上走高的 所以就去年為什麼 他的業績能夠相對比較 呈現持平的走勢 當然股價這邊來講的話 從低一點反彈以來 代表其實最壞也已經過去 現在剛好就是 他從創高之後 進行一波A B C波修正整理之後 現在剛好讓他的月線季線 全部糾結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目前是屬於一個 收斂整理的格局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一旦有配合均量回溫的話 其實就有機會 再往前波高點來去做挑戰 甚至突破 另外3624的光潔 也不要小看他 這個是以後摩電阻 跟薄摩電阻為主的業者 其實他在汽車的部分 也占到42% 另外在工業部分也占到33% 所以合計起來就占了7乘5 所以如果要講說 高毛利的車用或是說工控 其實光潔的比重更高 所以你會發現到 他的骨架走勢 也更早就開始 從骨底翻揚走出多頭 比國具其實算是更為強勁 而且這一波主要認養的 就是在投信 所以我想被動元件 如果真的要操作的話 第一個 先以短打為主 第二個 以龍頭的國具 或者說投信認養的光潔為主 好 你剛剛提到被動元件 先以短打為主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在這個航運的部分 是不是要短打為主 因為同樣也傳出漲價的消息 就是馬仕基這些船公司 紛紛上調他們的運價了 要請教威良 在SCFI一個禮拜就漲了 3.5%這樣的一個幅度的情況之下 對於航運股接下來的一個走勢 同樣也是短打 沒錯 因為最近 第一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進入第二季 通常來說航運的第二季 會比第一季加溫一些 下半年會比上半年好 所以度過了最壞的第一季之後 就是開始會呈現足跡往上 最近加上因為 大陸的五一黃金鐘快要來臨了 所以說會有一些需求慢慢的復甦 不過整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如果從運價走勢來看 因為已經連漲兩週 這是屬於一個跌升之後 然後季節性開始轉望的反彈 但是大家有一個正確的預期跟認知 未來這個反彈 它可能是一個小三丘 小三丘 它不是喜馬拉雅山 不會這樣走 這個 它只是一個小三丘 然後進入這樣的一個波動循環 所以說操作為什麼要偏短線 至於說以相關的個股來講的話 當然現在大家在等兩件事情 很多人在等的是什麼 除息 因為像長榮要配70塊 殖利率破四成 陽明要配20塊 殖利率也破三成 所以很多人在等除息 可是我也要告訴大家 除息當然高殖利率是一個利多 可是在除息的前面還有一件事情 5月份美國線要換約 一年一度的換約 大家在看這個走勢就知道 現在的水準在這裡 一年以前的水準在這裡 應該說一年以前的水準在這裡 所以你如果要去做換約的話 那就會表示什麼 這個新的合約價 一定是大幅度的修正 到底會修正到什麼程度 這個可能就要看業者 跟貨櫃商去做談判 傳說有可能少則三成 多則五成以上的 這個折價 所以未來來講的話 一旦換約會影響到 他們的一個長期營收獲率 也都會往下修正 所以其實後面等於就是說 先有一個換約的利空 後面又當然才有 所謂高殖利率股 進入除息的利多 這兩個力量 多空相抵 拉鋸拔河之下 大家認為哪個力量比較大 大家就自行評估一下 我認為當然最重要就是說 產業裡面還是要抓領頭的 我覺得長榮的體質最好規模最大 所以加上他的殖率也最高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最近的確是有機會去做反彈 不過你看這個地方爆出大量之後 其實他在接近180這邊是有壓力的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整個上升三角的一個架構之下 接近下緣可以著量做一點佈局 可是如果接近大量高點沒有突破的話 可能還是要先把檔為夷 好除了微然剛帶我們看到 MLCC相關的這個族群 還有在航運股的一個部分之外 今天排面上大家特別留意到的 還有這個節電的概念股 那麼店家上漲 接下來這個節電概念股 又要如何來觀察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